下面呢我们要来玩一个开盲盒的游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三个盲盒 每个盲盒上面都有一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呢都代表一个年纪 我正前面的这个六号 就代表它是一个属于六岁的盲盒 那我猜它是个什么呢 六岁应该是一个玩具吧 看看对不对啊 哇你们猜这是什么 是一个比我脸还大的棉花糖 好甜啊 好那我们来拆下一个盲盒 18岁 18岁 该不会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吧 真的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青春就是一个充满着辛苦心酸 却又让人回味无穷的年纪 25岁 我猜它会不会是一个随身厅呢 哇相差甚远 它居然是一个游戏机 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青春的回忆吧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最特别的一个盲盒 它在盒子上有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兔子 应该不用猜都知道里边是什么吧 一定就是我们的天梭小美人系列万表 看到了吗 果然是我们的小美人系列万表 里面还有一张小纸条 总有一束光为你而来 发光吧 小美人 所以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束光 可以照亮你自己的人生 发光吧 小美人 因为刚刚呢我猜错了25岁的那个盲盒 所以呢我现在得接受惩罚 我的惩罚是轻唱一首儿歌 那现在在我脑海当中 第一时间想起的儿歌 是这首 我又一个一个愿天王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然后副歌好像是 啦啦啦种太阳 啦啦啦种太阳 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 其实也是一首非常阳光 非常活泼 然后又有活力的这么一首儿歌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发光的太阳 照耀你的人生 快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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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